我们开始起伸 我今天是花形起伸 我就起个15帧 伸素的大小大家可以自己决定 织多少帧都可以的 用两个半帧起伸 等下织起来会好编织很多 松一点 伸起好以后 我们取出一根半帧 这样的起伸很好编织 我们先来织反帧 这也要织平帧 这边帧 反帧终过来 两帧 这样做一个反帧 反帧以后我们这里划一帧 这样划一帧 再继续从这里 两帧合并 划一帧 两帧合并 两帧合并 划一帧 两帧合并 划一帧 划一帧 这也是反面编织 划一帧 意思都是两帧合并 划一帧 往后继续合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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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针滑下来 在这一针吃一个反针 好,我们留个边针 我们这一排的编织,编织好了 正面编织 第一针一样的编织平针 这里两个平针我们要从两针合并这样编织 从后环线编织 然后我们划下一针 再从两针合并 平针 划下一针 两针合并 两针合并 并且用上针合并 这针合并 尽便是正面 放并 ỹ针合并 太干涂 感谢观看 好 最后一针 最后我们去试个平针 放下来 先绕到后面 留一个边针 好 第二排编织好了 第三排 反面 反面编织是一排和我们编织的第一排是一样的 编织 两个反针 滑一针 继续编织反针 这款花样 正面很平整 它的丝法很有规律 每一针 我们都合并两针滑一针 好 再继续编织 好 再继续编织 好 最后一针 留个边针 我们再来演示一排平面 现在花形已经看得出来 很平整一款花形 我们再来演示一排正面 两针 两针 一样的丝法 跟我们的第二排 一样的丝法 这里是正面编织 好 滑一针 下来 滑一针 好 滑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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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往边着平针 留边针 这花形很漂亮 我们大面积编织 我们大面积编织的时候 编织多针 就花形 现在这样 编织帽子和包小包包 小刮包 盖纱都非常的漂亮 大家有看不懂的 在我评订机里面留言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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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